女性安苡萱自从嫁给身家百亿的CEO陈容烈 便将生活中心转往家庭 也鲜少在荧光幕前露面 然而先前曝出陈容烈涉嫌洗钱一事 一审判决也在日前出炉 陈容烈确定遭判14年 对此安苡萱持续神隐 而18日下雨桥出席活动时 凯恩自己一直都有与安苡萱联络 不过不方便透露好友目前行踪 而谈到安苡萱的心情 夏雨桥表示一定会受影响 但她现在就是努力的要好好过日子 希望外界给她一点个人空间 最后夏雨桥的强调 我们这几个好朋友都会一直在她心里为她加油 好朋友们一直都会在 可见两人的交情真的很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客业的回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